以上你看到的是我模擬美國投資冠軍交易員 Mark Minervini的選股神器 過去三年間回報可以達到80倍 如果你想知道選股的秘訣一定要看完這條影片 其實我早四個月之前都分享過有關Excel股票程式的影片 但當時程式的回報連指數的表現都跟不上 我就一直很想找時間重新研究 嘗試去改善程式的回報 所以為了改善程式我就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去研究和重新設計 希望可以研發一個擊敗指數的選股神器 研發期間我也參考了美國投資總冠軍的交易員Mark Minervini所發明的VCP 嘗試透過加入VCP的元素融入在程式裡面 希望可以將程式的回報大幅提升 那究竟哪一個是Mark Minervini呢?VCP又是什麼呢? 以上你看到是一份經過核數師認證過的炒股交易紀錄 這一份炒股交易紀錄是由兩屆美國投資總冠軍Mark Minervini所公開的 你會看到2021年的總回報是338% 這個就是他的實力了 而他聲稱他所運用的炒股秘訣就是VCP Mark更加曾經強調他自己交易了40年 幾乎每年都贏錢的 甚至有不少年份都能夠獲利達到一至兩倍 都是以VCP來判斷買入時機 因此他認為VCP是一個永恆不變的規律 如果你有曾經關注過他 相信你會對VCP都不會陌生的 VCP全寫是volatility contraction pattern 中文譯名是波幅收窄形態 它是一種價格走勢形態 簡單來說只要我們能夠辨認VCP的圖表形態 我們就能夠找到一個最佳的買入時機 勝算就能夠大大提升 有見及此我就加入了VCP的元素在程式裡面 在我解說程式選股方法之前 不如我們先看看程式的結果 以上你看到是NASDA指數ETF S&P500指數ETF 以及程式的回報的對比圖 如你所見紅線就是程式的回報 而程式在過往三年間的回報達到80倍 我們看不到NASDA和S&P500指數的回報 是因為程式的回報在這段時期 大幅超出了指數的回報 只要我將策略的回報和指數回報分開 你就會看得到程式和指數的回報相差很大 程式的回報之所以這麼大 原因是程式捕捉了幾次大幅上升的股票 例如在2021年的11月買入了LGVN的股票 獲利達到3倍 然後在2020年的6月份和11月份 分別就買入了OBCI和BLNK的股票 獲利同樣達到2倍 這三隻股票大大提升了程式的回報 即使是我將這三個程式最大的回報的交易移除的話 假設程式因為某些原因去錯過這三隻最大升幅的股票 回報仍然能夠超越指數 程式除了能夠捕捉這些大升的股票之外 程式的勝率其實都算不錯 可以達到66% 而平均獲利和平均的虧損分別是正15%和-6% 如果持之以行去使用這個程式的話 可能未來會有不錯的回報 另外提提大家如果你想支持Better Trading的頻道 Description裡面會有一個Interactive Brokers的連結 只要大家按入這個連結 Interactive Brokers就會贊助給我 對於觀眾的你 是一個免費又簡單的方法去支持Better Trading 事實上我作為一個熱愛研究股市的散戶 曾經都研究過和建立過不少的股票程式 過程中我都累積了一些經驗 通常有關於類似VCP圖表形態的方法 是最難透過程式去描述出來的 坊間上都有不少的網站去使用AI的技術 去找出這些圖表形態 而的確這個是AI做到的範圍 但問題就是這些圖表形態 是不是真的有預測的作用呢? 我相信作為投資老手的你都會知道答案 從我的觀點 圖表形態是一種偏見 原因是即使大家看到都是相同的價格走勢 大家的看法都有機會存在巨大的差異 相同的價格走勢 所以A先生可能會覺得是一個買入時機 但B先生可能會覺得反而是一個賣出的時機 雖然Mark聲稱他自己使用VCP圖表形態來判斷買入時機 但他判斷時機的過程中有沒有考慮到其他因素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所以在我研究程式的過程中 都要非常小心地判斷 以免跌入一個叫《倖存者偏差》的陷阱 所謂《倖存者偏差》 是指選擇性從成功的例子分析 而忽略了失敗的例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幅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一位專門研究統計學的教授 接受了美國海軍的要求 提出一些建議可以加強飛機的防禦力 減低被敵軍擊落的機會 而以上途中的飛機 就是美國海軍提供的資料 飛機上面的紅點 就是敵軍用槍射穿的子彈洞 如你所見子彈洞分佈在不同的位置 當中最明顯的是機翼對出、機翼對內、機尾的位置 美國海軍認為應該加強保護布滿子彈洞的位置 也就是紅色圈的位置 去減低被敵人擊落的風險 但教授就有相反的意見 教授認為應該加強保護沒有子彈洞的位置 原因是這幅圖只是顯示沒有被敵人擊落的飛機 由於敵人的子彈並沒有擊中飛機的要害 所以才能夠安全回來 而加強保護沒有子彈洞的位置 反而就能夠保護到飛機原先的要害 這樣的結果就能夠令更多的飛機可以飛回來 當我在網上參考有關VCP的解說的時候 我發現有不少的資料 很多時候都是集中使用成功的例子來做解說 如果直接照他們的說法去研發一個程式的話 我很大機會就像剛剛的故事一樣 所提到的美國海軍一樣 作出一個錯誤的判斷 因為VCP的圖表形態很可能只是股票上升的其中一個因素 但不一定是影響股價上升的主要因素 不過經過反覆研究 我發現最影響VCP獲利的關鍵 並不是因為它本身的價格形態 反而最影響VCP獲利的關鍵 是因為Mark的買入點很多時候價格都剛剛突破了頂部 以及處於一個歷史新高的位置 同時股價已經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調整 以上就是Tesla的股價圖表 我就只拿了2010年至2019年的價格走勢來看 你會發現最強的走勢 都是集中在國外從未出現過的價格 例如在2013年4月份開始的升幅 以及2017年4月份的升幅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理論上價格走勢是屬於隨機走動的 原因價格走勢大多數的時間 都是處於過去曾經出現過的價格 而當價格突破了過去從未出現過的價格 價格走勢就會變得非常容易向上升 而且我更加留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如果股價已經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調整 然後再突破的話 升勢就會能夠持續得更加長的時間 所以這兩個的獲利關鍵 成為了我設計程式的重點 於是我就做了一個簡單的測試 去證明這個觀點了 做法就是我先下載所有NASDA的股票 而當中有大約5000隻股票 然後設計一個程式 每一天就監察每一隻股票的價格走勢 當符合了這兩個的關鍵條件的時候 程式就會出現買入訊號 然後無論是獲利或者是虧損 都會統一在5天之後買出 結果就得出了以上的回報 如你所見 單單是使用這兩個的關鍵條件 回報就已經能夠超越了指數的回報 不過有一個問題 就是回調的幅度太大 接近70% 代表程式選股的過程太過寬鬆 不過只要我稍為加入一些額外的條件 將選股的要求提高 程式就能夠從過去三年間達到80倍的回報了 這樣作為用家應該怎樣去使用這個程式 去幫助自己分析股票呢? 用法就非常簡單 Excel檔上面有五個分頁 當從下載了所有美股數據之後 第一個頁面就是告訴程式知道 股價數據是處於電腦哪一個位置 填完之後 然後按儲存數據 完成之後第二個頁面 就會記錄了所有美股檔案的位置 作用就是簡單查閱每一個股票的數據裡面 的最後更新日期 以提醒用家更新數據 第三個頁面就是買入訊號 當中包括了過去出現的買入訊號 和未來出現的買入訊號 你會看到有六項的數據 第一項是股票名稱 這是程式過往和未來會選擇買入的股票對象 第二項就是買入訊號的日期 就以最近的買入訊號作為例子 程式在8月4日出現了買入訊號 代表下一日的開市就是建議買入CELHD的股票 5日之後也就是8月9日就要買出了 第三項就是出現買入訊號的時候的股價 第四項是理論的回報率 意思是買出之後所出現的盈虧表現 而當中會以1作為基點 例如1.18就等於獲利18% 而0.9就代表虧損10% 第五項和第六項分別是買入後 所出現的最高潛載回報 和最大的潛載虧損 這兩項的數據是用來判斷 將場後的指賺和指洩位 由於每人的風險承受能力不同 所以都是交由用家致行判斷 第四項就是程式整體的回報表現 這個表現是假設程式出現買入訊號的時候 用家是以全部本金去買入股票 最終就會得出了這個回報 最後第五項就是回調幅度 如你所見最大回調幅度和指數差不多 都是處於30%左右 當然如果想減少回調幅度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減少投資的金額 這樣做的代價就是將回報減少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這個程式的話 和希望研究程式裡面的買入條件 作為一個學習用途 又或者你想有更多的想法提供給我 去改善這個程式 都歡迎訂閱我的Patreon 訂閱連結會在影片下面的Description裡面 總結 根據我今次對股價走勢的研究 我認為股價的走勢型態只是一種偏見 因為正如我所提到 股價大部分的時間是屬於隨機走動的 單一的走勢型態只是隨機走動的產物 如果和一些形狀相似好像杯狀一樣 也是純因為巧合 作為投資者最好的買入時機 是當股價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調整 再突破創歷史新高 由於這一刻的股價是以前從未出現過 所以價格持續向上的機會就變得比平常高了 當然我們是沒辦法預知股價是升到哪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也可能是Mark Minivini 只是集中做短線炒賣的原因 只要集中找出這些買入時機 然後短期內買出 持續交易勝率就能夠維持在一個高的位置 如果大家有新的想法 不妨在影片下面留言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